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室内设计,装修工程管理课程 今天是讲contractor submissions,大型承建商提交文件 好,现在开始上课 好了,本课内容是讲什么呢? 主要是讲一个承建商,大型工程承建商,装修承建商 通常都是承抗,NRC,一个大半的总承包商,跟着做装修 跟着总承包商做,起码几千万策以上才会做那么多文件 通常有tender submission,就算未中标的时候 开会都要提交很多文件,因为做大工程 总有标之下工程开始,做工程和工程 员工之后,一直都有很多文件要做 当你讲大判,或者都还要入很多东西,入BD,他要做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消防局,运输处,劳工处 但今次我们不会讲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多数大半做 有时会先进入NRC,但一般来今次我们都不会讲这些BD submission 好,我们讲Tender submission的时候,当时暂时都未中标 可能要你在招标文件,可能要你进入Project Program,就是进度标 你要多久,要搞多久,是吧,可能会很简单 初初那个,你入招标的时候,开会都要解释你的进度 通常要你入些文件,开会,听听讨论,这样 你竞标的时候,有很多条件,要你去开会,提交文件的资料 可能是Project Delivery Method,这些是美式英文来的 即是你怎样去做那单工程出来,通常你要交份文件 小封信,Millwork,即是你工厂,你工厂是怎样 你大陆有一间工厂,你工厂有多大,有很多人 或者怎样找这些货来的,十个Tractor,你有什么十个Tractor 即是怎样控制你十个Tractor,十个Tractor,有经验 有Direct Labor,可能是Direct Labor和Material,就是降低你的成本 可以控制这个时间,可以 小封信和Technical Support 有些工程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那些,你就要做Technical Support 即是怎样讲解,那些技术的问题 还有有些什么特别的承判,那些承判商,比如那些干货云石,泳池之类那些 都比较特别的,Safety Plan Safety Plan,即是有一个安全的计划书 Environment Protection,即是草音,垃圾,或者有些废气 Shop drawing,即是Demo Shop drawing,即是你可能要入定一份 你的Shop drawing,即是那些施工,施工那些大洋图之类 今次那些Shop drawing,即是示范的,即是你画Shop drawing 是怎样的,只有这样的能力 Technical Support 有些特别的计划,Technical Submission 全部叫做,或者Webord Statement 有要求的,我看你那宗工程是怎样的 首先讲讲Safety Plan Safety Plan,其实Safety Plan 就不是怎样跟那个 就是做工程管理的那个 那个安全主任做的 通常如果你大工程都是安全主任做的 Mingcon也都会做的 因为你过100人才有安全主任 一般20人都是一个安全督导员的 都未需要Safety Plan 有时他要求高,你也要进入Safety Plan 但这个内容是这样的 入Shop drawing 很多人入Shop drawing 暂时还不太明白Shop drawing 是怎样的意思 很多人都以为我做 职流的工程 有Design,有职司 我不用做 我不要跟着你怎样做 有些人就问职流拿图 是吧 有职流的嘛 到现在都有人敢想的 其实都大约2000年之后 就是2000年之后 开始那些 世界公司职流的 都全部画了 画的图已经是做Design Intent 这是Design Intent 我们只是做Design Intent 有些什么详细图 那些各样的 你要入职的 将来给我審批的 他甚至可能只是画Plan 或者Eddy 如果你有些 细节 或者Shop drawing 那些 你要送审 即是OK了 你才做的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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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很多 画图 可能要花一两百万 去画 或者外判 给一些設計公司画 那些图 要相当高的水平 要有 所以 他们在这里 要画的图 是补充 就是補充 就是補充 補充 本来的 工作组织的不足之处 就是Tender drawing 即使不会再 开工的 又会给施工图 现在就不会这样 以前会有 因为以前 合同都说明 可以向 require 多一些 但是现在就变成了装修,尤其是没有了这个做法 以前就不明白即使出一张图,或者即使改了图你才做 这个做法现在就不好了 一个working drawing,有什么需要? 需要改进和修改,改进和改正 原先的tender图,有什么discreepence,你要帮他修好图 有时候跟这些图,跟地盘实际的斥寸,或者那方面有出入,你要改正 有些漏了的,不对的,就要帮他做 如果有些特别的specialty,比如这些铝窗,幕墙,这些specialty 有些特别的公司专门人员,帮他画这些specialty workshop 作用,setting out 作用 workshop 作用,就是在工厂那里画的 在工厂那里画的,在工厂那里画的 不在office 画的,在工厂那里画的 是放映图,你叫做 需要五笔职司和designer去画,去審批 可以才做的,基本上是这样的程序 你看这些厨房图,厨柜的大样,厨房桌的大样 通常是厨柜公司供应的 但实际上现在那些图的做法,通常 到了contractor 会有些地方,比如这些铝窗,大英图,厨柜桌 会提供一套全身的,一套图纸 这里是湿皮曼,整个全身的,厂,供应商 通常会这样做,通常这个都不是乘机商自己做 乘机商有些供应商做 有些是NSC,即是你分判做 就是在圆图修正他的图 而Cat John在这边,修正他的图 帮他改,依然都是那张图 但你帮他修正 另外有一个就是帮他全部 他那个图,或者根本那个理念都是错的 可能那个图会全身都画过 但比如常见,有些他用passport 做你弯的施灵 或者有特别feature 那些施灵做不到,他全部都改了 资料之族 即是强化的 接神的石膏 玻璃纤维强化石膏 即是那些堵帽 可能改成堵帽的石膏 天花 变成了这些船图都画过了 那奥拆 通常开工之后 就要求你入奥拆 有些什么人 你公司有什么组织 有些什么人 哪个人负责什么 哪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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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组织 这就是第一步 就是submission schedule drawing submission 和material submission 即是有个计划 计划那些图 会submission 什么material 你要送审 即是即时 通常都是直施设计,送审,分三格的 第一批设计,第二批设计,第一批设计,第一批设计 第一批设计,或者给你一个C,我们说给你一个C,不可以 你要重新再进入,有些又给你一个B,你写着一个B 就是说你批评计,OK,不过有些评计要遵守 如果A就全部通过,你可能要送三次,有些不行的那些,C 有些公司会给D,D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就不知你做什么 不过OK,你按批设计,我不批计你,也不批计你,不过你批设计 按批计者's own risk,因为时间赶了,不会让你再批计,你终于批计 那你经常批计,那工程不用做了,有时候又不批计,又不法律 你自己做,做了之后,你自己批计负责,通常会这样的 所以实际上A,B,C都不是很够的,因为有时候,这些批计负责 有些批计负责根本不是怕的,技术力量不够,那他送这些图 都是,所以实际上这些,现在这些大工程都拖了几个月的,那技术力量未必好 可能他落标的价钱又不是很好,那他有些事情做不到 Material submission也是一样,可以进三次,给你进三次,什么意思呢 Sight Surveigh Hanova Report,Hanova Report,即是你收了地盘,你接收地盘,你可以做Sight Surveigh 做完Sight Surveigh就有一个Report的,通常这个工作量都很大的,要找一些很熟的人去量 因为地盘不小,通常是几万尺,你要看完,有些什么工作量都很大的,有些熟的人 通常你普通的那些,刚刚毕业读完书的那些,我可能觉得有些困难的,做这些工作 你要把整个地盘都查过了,都订过了,那些Betting Surveigh都要看完,Hanova Report 你会看到这个图,这个Sight Surveigh Report,就是要画一张图 通常就是西Dimension Division 有时候这些墙是斜的,或者起出来的位置不同,Dimension是错的,你要抹出来,像这个图那样抹出来 Constriction is not confirmed with plans 有时候,墙就不好了,有些多了墙,或者多了些东西,或者多了些东西 多了批准出来的,这些上见的,因为它的图不更新,交场的时候,有些东西不同了,和你手上的图 那些建筑,就是多了些风口,多了些渠,给你多了一条渠 那你如果要摆摆架线,就顶着你,你要改一些东西的 有些Difig,有些文学,有些长斜,地海,有车,有些洞,在那里 西红掃图,有些人被带的东西,比如你落地盘,有些盘头,或者有一些 Project Quality Plan,Project Quality Time,如果你是大工程, 就是如何管理,如何保证你工程的质量, 有这些organization,respondability, 哪个负责什么,如何收货,如何控制材料, 机具,inspection,measuring,testing, 整个计划,如何保证你的质量,当然这些是写一套, 可能做另一套,可能成绩上中标可能太低, Project Quality Plan,也会做on site markup, 有时这些特别的工程,或者有时提出新的做法, 要做一个markup,在地盘做一个小部分, 这样大家才可以大手地做,比如一些弯锅的做法, 那些桂桶里面的layout, 譬如G.R.G.你怎么做, 做一个版本出来给大家看, 这样才做, 实际上的执行和设计的执行物品是不同的,通常是直接的,做得不太好 但就说明把柄的清清楚是哪个,石膏板,钓件,石膏板,龙骨,太佬,消防设备 我们有了执行物品,重新执行物品都要做,对方也会给你一个APC 太佬APC不够,因为A,B,C,B,D,D,我又不批,又不发,你自己做 因为通常都不会等你全部OK了才做,通常这些时间都可能不知兜来兜去,没办法的 你赶时间点,好赶,这些业主全部做好,快点做一个月就搞定了 一个月就搞定了,越快就做生意了,会签回给你了即时 西 progress report 西 progress report 即是进度报告,每个星期通常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大一点工程是两个星期,小一点工程是一个星期 那你就说你这两个星期做什么东西,通常有些什么 有多少人,有多少材料,有些什么图入了,有些什么表入了 每日有多少个人,有做了什么,拍了照片,整容前整容后的照片 然后AI,你要说我出了多少,发了什么文件,有些什么文件 出过,那个program,有些什么改了,你要去记录 即是site report,什么都要放进去 那两个星期,那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你放进去 等它的status report 这些form,很多人说alpha,cei alpha,alpha就是request for information 即是出张表,问一下东西,问一下东西 有些contractor就是,有些东西不做 就经常会问东西,经常坐在那里出alpha 因为实际现在很多问题要自己去解决 因为通常你即使都画了一张图给你,就是你的 你自己抓住那份东西,你要自己去解决那些东西 但通常有些东西要问的,那你 即不是说就是在厂里做alpha,你答不到我 我就不做了,不关我事 现在就不行了,alpha通常我们要说 你可能出了一个星期,或者几多日之前你要答我 不是,我就要EOT 即是说你给不到信息,我做不到的,那你有个期限 request for inspection 做了事,开了密,弹了密,上了浪 就叫那些职业,即使或者club,或者site shop 来看,就查了,如果查了OK,就OK 就会签纸,你可以跟着那个程序 通常有个attachment的,譬如一尺就查几层楼 有这么多东西,你不会写不到这么多 你记录了那张图,你记录了那张图 你记录了那张图,你做好了那些 你不行的地方,你才好跟着第二步 再重新再notice,我再做一次inspection 再出货,request for inspection 我再看一次,OK了,你才是positive 第二,第二,重手组 譬如,你坦密的那些密的实线,你不正 再改了,再看了,那才OK 你才可以EOT 跟着这段时间做事 大工程,这个一定有的 CY,就是confirm arrival instruction 就是说你讲的那些 管理层讲的那些 他讲了很多人不负责任 你讲了改位那些东西 改了那些东西 不认为要钱,要加数 通知这个contractor自己出的 就是你议判 或者自己出的 就是出了你 给他,就是你记录 你讲的那些东西 就是这个 你一个星期之后 你都没有comment 当你OK的,当你自己承认了 你讲的那些东西 西美墓,西美墓 很多东西都讲了 你陪伴发生很多事 有很多人,有很多 有很多讯息 有很多,有很多 西美墓,很多东西都讲了 有很多东西都讲了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不过你连接电给我 可能电不是我做 request for instruction request for instruction 就是有写这些图 要直接给你引导 我说这些不清楚 我要收到你的引导 哪个图 哪个图 你有引导才做到的 引导才做到的 那些东西 可能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我们就要出一张东西 给他人 但是叫他签回 这个引导是我们要钱的 你是不是肯肯肯肯给钱 你要签回这张东西 我们才做 我都会给他 给他 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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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你签了 我们就跟着引导做 不是你引导做 做了没有钱收 不行 对吧 你的卡页 是不是ok 这些改的东西 David Apofer David Apofer 就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比如拆东西 有些突发的事件 清理 那些突如发生的东西 要改东西 那些 用日工做 就是用很难估算的 又不知道是谁做的 但是暂时 很急着要做的 我们要找日工做 那就要David Apofer 找Karen 或者即使签了 ok day work 可以 有人做了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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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做了 做了多少日 有人测试 然后签了 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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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日工算的 先要ok了 你给我ok 最常见 有些垃圾 不知道哪个 找日工去做 清清楚 你给钱 incident report 比如在地盘 有些发生意外 拍照 做回报告 Metford statement 现在又流行很多 以前都没有人说 Metford statement 很多人做Metford statement 就是做工程 你要怎么做 你要什么准备 延长 什么条件 很多人做Metford statement 就照做spec 都要计算 它有些不同 它有些不同 它要计算安全 人要怎样 有什么rease 你看一下 有什么材料工具 你要说完 有些不不同 它有些不不同 Metford statement 大部分人做到 好像specification 有些不同 这些是很不同的 painment application 那些painment application 就是出来上量单 有些判斗 不懂得上量单 有些判斗 他可能 他就算上量单 做到 做得都不太好 做到 通常这些survator 公司大一些 有survator 可能会做得好一点 一般那些西苏 或者那些人 都不可能不太懂 上量单 即是Application for Payment,即是在直接出那张Payment Shirt之前 你要上个量单,即是现在做了什么东西 推上我们计算的就计算 至现在为止,整个地盘总共做了多少东西 上了多少材料,到今天为止总共 接下来减回第一张量单,第二张量单,第三张量单上了那些 就是今次这张量单上的数 它和付钱不同,付钱可能是100万的工程 付钱给了10万8万而已,但这两单可以上到几十万的了 可能上到80万、70万,所以和付钱是不同的 付钱那张是另外的Statement of Account 即是你收了多少钱,这个不是说收了多少钱 而是你上单,即是你地盘做了多少东西,值了多少钱 你上一张单去,逐张逐张上,一路做一路上 可能一个月上一次 根据你这张量单,即是出了Payment Shirt Payment Shirt 拿了,不代表你有钱收 即是你做了这么多东西 即是你做了80万,可能你收了20万 可能会这样 Variation Work Summary 这个没有什么,即是Vo,你可能即使一路做事 即使一路做事,在Designer一路做事 会出的Vo,你做一个Summary 一路做一个后家,都会出几十万出来的 那老师说,都会出几十万出来的 那你就说,我上回给你看 那些都,你一路做了,不要加了这么多东西 所以要出这条数 Variation 大于Contraction 很多人,你出这条数 出这条数就很低,因为他要抢 抢工程派去做 那他就靠后家数来赚钱 有些,所以Variation 大于Contraction 很多事 Approaching Commission,即是员工 员工都可以很多事做 因为如果你是大工程 你酒店上千间房 即是员工都可以很多事做 就是很多事做 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鑰匙给你,我做了什么 menu,比如ENM很多的menu 即是有些保用,比如冷机 有些保用证 调试的报告 我都可以全部簽纸 Defense Record Defense Record Defense Record 通常有很多照片 Defense Record 你做了之后 Defense Record 整容前和整容后的照片 就是我做了 我记录了,我做了那些 通常有一大堆照片 整容前,整容后 就是说我全部做了Defense Defense Record Defense Record 就是Shop Defense Record 最新的那套图 是吧 这个 Site Handover 当然是Practical Competition 就是基本员工 那时候做 他入伙之前 你要做 Defense Record Defense Record 可能六个月之后 Defense Baita Period 完了之后 你才做Defense Record 我做了 是吧 是吧 那最后 Final Account 就是Defense Record Defense Record 那个 期限都完 最后一个Final 就是这个Final Account 最后 大家 大家 146元都付不相关 一六个月 本期都过了 所以 做一个Final Account 从此 大家 你有事 你再找我 我都要付钱 那么 概括 说了做Contractor 装修大型工程 工程 需要做的文件 一个简单 一个概括 一个介绍 多谢各位观看 做了 做了 我 做了